受到第五号台风的影响 礼拜天开始 在东南部恒春半岛 慢慢的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情形 并且到礼拜一之后呢 这个长浪就可能扩及到整个东台湾 都有机会会有长浪 到下礼拜二甚至 全台也包含澎湖金门马祖 都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状况 首先我们先从卫星图上来看一下 第五号台风 杜苏瑞 他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 升成了 那他未来的移动方向呢 我们可以从预估的预报图上可以看到 未来大致上会 往西的方向移动 那到了23号之后呢 慢慢的有往偏北的翻量出现 也代表着从23号的北转的分量 其实是未来我们所需要关注到的重点 北转的分量会影响 未来会接近我们台湾的程度 并且影响我们后期台湾的天气状况 此外呢 可以看到他慢慢的往西分量移动的时候呢 因为环境条件是稍微比较好的 足够的海温 垂直风险也小 所以说在这之前 慢慢的会有发展的一个趋势 也预估可能在23号的白天呢 就有机会增强成中吐台风 可以看到慢慢的往台湾出现了之后 大致上在26号到28号这段期间呢 可能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 也就是降雨在这时候 可能是最为明显的 不过接近台湾的程度呢 如刚刚所说 要是他在23号之后 北转的角度 北转的程度而定 这个气象局也会随时关注 最新的天气资讯